马应航空公司一架737客机19号深夜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起飞时冲出了跑道 这架客机滑行40米后最终停在跑道附近的草坪上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被紧急疏散 事发时这架飞机再有包括机组成员在内共139人 原计划飞往马兰西亚吉隆坡 当地媒体报道称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飞机轮胎出现异常情况 相关调查还在进行 受此事件影响 当天机场被迫关闭 所有航班被取消 数百名乘客因此滞留机场